为让小朋友从小认识警察的工作 太平分局举办了小小警察营 还特别定制了20套小孩版的警察制服和警帽 让小朋友穿上制服 扮演警察 体验警察辛苦的工作 同时也教他们认识基本的交通规则 希望通过活动 让小朋友不再害怕警察 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勇敢的向警方求助 穿上制服化身为小小警察 跟着学习认识指挥交通的手势 认真的模样相当的可爱 太平分局举办小小警察体验营 让小朋友不再害怕警察 遇到困难时 能够勇敢求助警方的帮助 希望小朋友从小 就从交通教育开始 对这个社会安全 有一个更深层的了解 从小就接触我们警察的制服 警察的车辆 那有亲切感 对警察会更友善 为让小朋友认识警察的工作 太平分局打破以往只能够摸摸枪 试穿防弹衣的体验 而是特别订做20套缩小版的警察制服 还特别仿真铺设道路 让小朋友骑着小小警用机车 认识交通号制 从小建立正确的交通观念 今天警察宝贝教我们交通安全 红灯要停 绿灯要走 然后教我们要怎么知道谁有麻醉或酒驾 车通安全 红灯要 红灯不行走 绿灯才能走 除了道路交通的基本观念之外 分觉借此教育小朋友 开车不喝酒的观念 扮演起小小警察 让这群小朋友相当兴奋 不少小朋友也开心的直呼 长大要当警察 守护市民的安全 记得长张台中采访报导